我们这边看得到的是 信用卡严重拖欠率快速上升 那他们去做研究是谁没缴 那答案是你信用卡额度 越少的人越缴不出卡钱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没办法再借钱了 对没错 那尤其是收入比较低 因为你信用卡额度比较低 通常是收入比较低 或者是至少是你追溯得到的 收入比较低 对那他们缴不出 收钱来 那就表示是比较弱势的消费者 确实被通膨打坏了 因为多数情况下 你会去刷卡缴不出卡费 就是你身上真的没现金 因为信用卡的这个利率最高嘛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表示他们的收支出 真的撑不下去 然后汽车也是 汽车的贷款也是 照了十几年来新高 托欠率也照十几年来新高 那再加上什么 汽车近期包括台湾也是 他们的车价都在往下掉 那如果你车价往下掉 然后你还付出来就表示你真的 就是真的没钱了 那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会导致消费力道的大幅下降 而且呢其实信用卡违约这个拖欠率啊一上升 有时候会忽然上升快 而且会变成了消费 因为台湾也是嘛台湾很多的银行 他有分做消费金融的做企业金融的 那尤其做消费金融这一块的损失会有可能会忽然爆炸出来 为什么很简单 今天我一般人身上如果只有一张卡你刷爆就没了 可是通常不会只有一张卡 通常有好几张卡 那呢今天就是你刷爆快刷爆A的你赶快刷B 然后呢赶快刷C赶快刷D 那爆了一起爆掉 所以呢那个那个债务会快速的增加 那所以呢他们就市井这些出现问题 那尤其可能出现在银行 地区性银行 例如说消费金融的 例如说更重要的是零售产业 那尤其是这边就是重点哦 尤其是电子相关的零售产业 为什么呢因为电子相关零售产业 特别有季节性问题 因为你想嘛像最近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像是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在打折的iPhone 其实从去年iPhone15上了之后 我们就很明显看到哦 大概第二个月开始就促销了 那现在随便都有打个95折 甚至95折也蛮常见的 那以前这种现象在iPhone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 一定都原价没有加价卖你很好了 你就原价卖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表示 这些电子消费 他们有可能会让消费力到下滑 那这些变过季 过季变更便宜 那他就会冲击到相关的产业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那这边如果扩散出来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稍微安心一点的 是因为信用卡跟主要做汽车贷款 都是相对比较小的银行 然后呢大型银行他们去做的 就是对企业放贷或者是做对房贷这边 目前还没有爆炸 所以呢有可能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金融风暴 OK 对刚刚福哥就讲到重点 因为我们如果从这张图卡的右边 我们再来观察为什么在房贷没有攀升 然后是信用卡跟车贷 主要的关键可能我觉得这份报告 也是联准会是会看的 因为就代表高利率的环境 其实你让很多的卡债的消费者 或者是汽车贷款的消费者 他在还款的那个压力是增加 但因为美国是固定利率嘛 也就是当初你房子买的时候 利率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生不生息对这些房贷组来讲 并没有影响 我们就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房贷并没有明显的攀升 是并没有 拖欠率并没有明显的攀升 因为很多的专家认为联准会 会突然大幅度的降息 或是宣布要降息的那一刻 其实就代表有一些金融危机了 银行可能会有一些挤兑潮 或是有一些地方性的银行 或是中小型的银行 开始要出现倒闭了 这个对于联准会来讲 他不降息也不行 对那只是比较尴尬的是 在爆炸前 你升息或降息都有点为难 你想哦 怎么说 你想信用卡的拖欠率在增加了 通膨压力大 因为大家没办法消费了 那这时候你降息通膨会不会又高 会 那如果通膨高的是所有人受害 还不是一般人受害的 而是所有人受害 所以你很难在爆炸前降息 一定是爆了之后再说 爆了之后再说嘛 那所以爆了之后开始救市 那这个其实有个说法是这样 就是美国需要一个小的危机 因为小的危机带来小的衰退 小的衰退可控 又可以把通膨压下来 那他们透过降息就可以解决了 有理由了 对那你接下来 中必经一直压着压着 然后出现一个大型危机 像08年07年那种问题 再报一次来得好 嗯好 所以小危机其实对于美国目前来讲 他整体的结构也算是 可接受 像生了个小病那样子 对对对 吃个药就可以治愈了 你说如果你不想要 赚那个资本利得那么大 或者是赚不到那么大资本利得的 长天起债的话 那是不是一些投资等级债 非投资等级债也是大家的选择 确实是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投资的 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 或者是其实你投资的是 投资等级债也不错 其实呢过去一年来说 你的获利是可见的 但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 其实是警讯 为什么呢很简单 今天如果接下来 警戚持续稳定 对OK 那其实你投资什么 差也不太大 因为就是情绪稳定 你投资股市 可能应该也赚钱嘛 赚比较多 对对会赚比较多嘛 那你投资债市的话 那公债就是那个样子嘛 然后如果呢 这个其他的债也是 那只要威力率不高 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 但今天假设是一半一半 是骰到不好的那一半 经济出现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非投资等级债 它会是短线一个快速修正的压力来源 为什么呢 我们投资 给大家这个图表看啊 这个是非投资等级债 跟投资等级债 它利差非常低 那你可以发现啊 我们这边整理的是 美国三个B跟两个B级的公司在利差 那三个B就是所谓的投资等级债的最低级 三个B那两个B呢 就已经掉到非投资级债了 那正常情况下你觉得你今天一样都买公司债 那是投资级债给你的利息高 还是非投资级债给你的利息高 肯定是比较公司体质不好的 对他才要给你 对他才要给你比较高的利息 那今天我们这个指标就是 非投资等级债 以同样的天气等等的 我们都把它混在一起算了 非投资等级债 到底可以比投资等级债多拿到多少利息 这个就是所谓利差 那我们这时间点抓2020年1月到2024年的5月 就是过去接近快要4年多的时间 你会发现其实2024年的5月6号那时候 那接下来可能还要更低 他们的利差低到0.67% 那这个0.67%是从2020年的1月份 就是在疫情爆发前的低点 只有比那个低点来的高一点点哦 就表示他利差 就是等于是你买非投资等级 在市场多给你的利息 已经是相当低了 对好 那接下来啊 这个这个限量代表什么 这限量代表非投资等级债太贵了 因为利息给的很少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贵不代表他马上要爆炸 贵也不代表他不能继续涨 那贵代表你比较吃亏 就这样买贵了 对买贵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你看哦 这是从2020年到2024年 我们等一下会有个更长一点数据 我们先看短的 这四年来 那他的高点 一个高点出现在2020年3月23号 那时候是3.49% 那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爆发 那大家很多债都乱卖掉 因为那时候很恐怖 第二个高点是2022年的7月 那时候呢是2.14% 因为那时候升息市场比较动荡 那但是你这些你都不管 全部把它算在一起 所以他的利查理论上要1%以上 对那现在只有低到0.67% 就是你买贵了 你要承担的信用风险 比你在利息上可以多拿钱来说太少了 因为非投资等级债有可能违约 那违约就是如果你只持有一支 那就是没了他就没了 那你持有ETF就是价值减损 净值变少 那不会没了 那只是什么你在同样期间来说 你有可能只要一两个公司违约 你多赚到的利查全部都被吃掉了 那你不如投资投资等级债 对所以概念上是现在太贵 对OK 那当然太贵大家想说好吧 那你说非投资等级债太贵 那我买投资等级债好了好不好 那我告诉你 如果是三个B等级的投资等级债呢 现在更贵 更贵 对现在更贵 为什么 其实是好像很正常啦 因为大家想 因为投资债市的很多 尤其是这个这两年铺天盖地 告诉你这个债市送分题什么的 我们不管他对或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知道的现象 OK好 所以呢 大家觉得哎呀 可是美国公债殖利率 也还没有撞到价差嘛 那殖利率 其实你 以过去4%甚至5%的殖利率 你摆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没有算低的 但是大家就觉得更高一点好 因为台湾人就是爱高息嘛 只要你推个高息几千亿就出来了 对那所以呢 大家想今天如果公债只有4% 那投资等级债有4.5%甚至5% 非投资等级债有5%多 还不错啊 对啊反正都没报嘛 因为到现在都没报嘛 所以我投资非投资等级债 在是好的 那比较老成持重 比较谨慎的投资等级债 哎呀非投资等级债 其实呢在之前金融海啸啊 各每 我要先说明啊 不是非投资等级债不好 只是景气不好 微率高的时候 它跌的很快 它的风险比较大 对那所以之前投资过的人 早就亏过了 就像是其实景气一直都是这样的 先跟你讲 例如说什么南卑币高息 然后呢 亏一堆人之后再跟你讲 非投资等级 非投资等级债 以前叫高速等级债 然后高息 亏一堆人之后又换 那所以大家觉得 啊那非投资等级债不行 我买投资等级债 那呢 所以我们来看 投资等级债 现在其实很拥挤哦 我们这边抓的是 BBB级跟A的投资等级债 那BBB级是投资里面最低的 A就稍微高一点 A上面还有两个A 两个A上面还有三个A 不一样 那呢 它的利查 也就是你买BB级 你可以比A级多拿到多少利息 嗯 那呢 这个利差 缩点到近15年新低 啊在2024年5月 曾经来到0.36 那你往前看 其实都没有这么低的水准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它还是太贵了 那拿不到那么多息 对拿不到那么多息 你要承担 较高的信用风险 但你却没有更好的一个利息收入 对没错 那原因也是因为涌入资金太多了 大家都期待要有稳定的高息 那不过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投资等级债 至少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不会跌那么多 它也会跌哦 也会跌哦 你不要想说 今天如果出现金融海啸 那你投资等级在撑得住 没有告诉你撑不住 那个出现金融海啸 出现2020年疫情这种等级 只有公债 美国公债撑得住 好不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到 他们这个利差呢 也是缩练到了近15年新低 那只要往上翘 2009年金融海啸 2016年2020年 其实都会冲到1%上方 那就表示 BBB级跌的幅度 会比A级跌的多很多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投资的时候 你要特别了解 那接下来 如果你担忧 接下来金融风险 那你要如何在现在 就马上预做准备 那同样的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不是投资级债不能买 不是他不会再涨了 不是他明天要违约的 只是以历史的角度来说 他现在太贵了 那你要投资之前 你知道 有时候是这样子吧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 买贵了就买贵了 对 对 那你总不能 我想先拥有 对啊 那你总不能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也没有那么喜欢 然后呢 我先买再说 买贵了你也不知道 这不是很可惜吗 这就不好了 对 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 如果你对接下来 景气还算稳定 觉得还不错 那一样可以布局 那只是如果你出现 比较多一点的衰退讯号 对 或者是比较多一点的 风险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往更高频 街方上走 或者是买工再去 会比较安全 你也和我一样 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钟 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 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